第四题 创创首手和三位朋友 那一共就五个人 到电影院呢要看电影 那首手呢比较好 首手先帮大家买了两张学生票 和三张优待票 总共付了980 以至呢这个学生票呢 一张他比优待票每张贵40块 如果创创买的是一张优待票 请问创创要给首手多少钱 好这题很清楚的是一个解方程式的问题 我们就先假设呢 学生票一张X元 优待票一张Y元 首手呢先帮大家买了两张学生票2X 加上三张优待票3Y 一共980等于980 好再来 他说呢以至学生票比优待票贵40块 也就是说呢 X是学生票 B B就是等于 优待票 Y 贵40块 加40 好这一题呢你可以用 加减消去法 或者是代入消去法都可以 那既然他给我们X就是Y加40 那我们就直接把第二式呢 带入第一式 把第一式里面的这个X呢 把它换掉 把第一式里面的X换掉 换成什么呢 Y加40 因为呢第二式就告诉我们 X就是Y加40 好再来呢 加上3Y 等于980 那把括号去掉 2Y加80 加上3Y 等于980 2Y加3Y 这个是5Y 80把它移到右边 980-80 900 5Y等于900 所以呢 Y就等于180 这个Y就是优待票 那创创买的是一张优待票 所以呢 一张优待票就是180元 答案选A这个选项